啊 考得很好了是吧 这拿出来 这次的题 基础中的基础 这次出题老师的卷子你们都碰了多少次了 啊 他写的营奖号那都必须教材的 哪一篇不是女德圣经 哎呀 放学去吃那个薄薄鸡 平时有没有认真看成体内卷面上 那边还在讲呢 讲题 选择第一大题 送分的题啊 回回讲回回错 问 以下哪种面向的女人会客夫 A 额头长智 B 额头长痘 C 额头长闭口 这一题 您家号里面原话 一个字没动 还得给我错一大片 最客夫的就是额头长智 这种面向的女人谁敢要啊 你别说嫁进门了 你连人家小区都进不去 选择题第二题 也基础的基础了啊 问 女人最好的嫁妆是什么 A 真操 B 花贝 C QB 这题 营销号原话 教材第一单元就是 来 准准准准准我看一下 拿红笔 准备吧 女人最好的嫁妆是真操过超五十遍 他学什么呀 去啊 都请你是吧 来看下一题啊 老公出轨了 作为妻子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A 检讨自己的过错 B 磨刀等他回家 C 拿老公身份证记记得网贷 这个题很常见的 我们先看教材 我们先分析老公 为什么出轨 你看啊 你每天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年老色帅爷不打扮 对他老公态度而冷淡 那他肯定去找温柔的呀 所以我们什么啊 检讨自己的过错 你考了好是吧 嗯 我都不想讲你 你看他穿什么东西 我多看一眼都为他严重了X病 来看天空题啊 妄夫的女人是一个家庭的好风水 那么 哪种面相的女人最妄夫呢 面容 饱满 下巴 长质 这样的女人 公婆看了喜欢 你能给老公带来事业运 你写左眼双方档这也是可以的 都给分 下一题啊 一个好女人 婚前什么 洁身自好 你写守身如意也可以啊 婚后什么 忠贞不二 在外人面前给男人面子 在家料理家务 替男人分忧 这题也是玩家的原文啊 你看写的多好 字字珠奇 只要是我 都和我们拆看字数来卖钱 挺好 最后题啊 女人这辈子最大的投资就是嫁个好老公 为什么这么说 老公能赚钱 那你的工作就是没有工作 你只需要生孩子大孩子洗衣做饭照顾公婆 就能换那张什么啊 长期饭票 偶尔过节 老公还可以带礼物 注意了一撮点啊 笨女人过节找老公要口红 聪明有人要什么 吸尘器 洗碗机 那批养老师一看 直接分就给你了 对吧 好 把娟子拿回家给老公签字明天带过来啊 你笑什么 你又在笑什么 之所以要做今天这个主题的视频呢 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开始做营销号吐槽系列嘛 所以为了收集素材 我就开始大量大量的看他们的文章 也就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他们这有一些毒瘤 那就是女的搬营销号 可能一般的营销号最多也就 什么女明星走光啦 什么外国销唤 做了什么启示啊 女的营销号他们坏就坏在 他们把这所谓国学或者情感的幌子 然后道貌爱然的给大家传出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这种传播方式 对比传统的女的班 它更快 更广 也更隐形 让人很容易忽视的负责的负面影响 其实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很惊讶吧 因为他们的播放量非常高 我不知道他们面对着什么人群 但是 你没办法否认的是 这里女的班营销号他们有非常多的观众 我觉得他们所代表的这种 业女的风气 在潜移梦话中让女性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其实就我个人所看到的 我觉得这几年大家的性别平等于是真的提高很多 也可能是正确的声音战略的主流 就比如说一条社会新闻 我去搜索一条 2014年的 那评论区肯定没法看 各种受害者有罪言论 但现在也大不同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一切都在变好的环境下 还藏着这么多女的账号在输出一些早就过时 甚至是蠢是坏的观点 但你们知道我的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抱怨或者攻击这种方式 我选择 用我认为更加活泼有趣的方式 跟你们讨论这件事情 当然肯定会有什么打拳的 因为我之前拍了一期视频叫完美女 我收到上百上千条私信说我打拳 by the way 打拳这个梗说多了一点点 他们说我打拳打了 好了 再说一句 因为女的班这种营销号 他们本质其实就是 分加女性的不幸福度 不要听他们的 我希望你 幸福 我希望你快乐 那么今天事情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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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